生命本就是一门大学问 更不要说相处 尤其是夫妻的相处 家人的相处 还有就是在退休之后 怎么相处 今天有一对来宾 他们相处之道 非常值得你我来倾听 你从一个高收入的环境 变成一个完全没有收入 而且你也不知道 你自己要干什么 那我觉得这个过程 其实是痛苦的 你那时候有暗中的 在督促吗 我暗中在监督 不暗中我都是明理的 明理的鞭策 为什么不去上班找工作 其实这个是有压力的 对 不要我们老婆下班回来说 OK给我报告一下 你今天都做些什么事 做些什么事 他说你花了30分钟 才少一个地 我就突然就退休了 然后我第一件事 就是把我名片都丢了 碎子机给碎了 闹钟也丢了 从此以后我就自由 就没想到我退休之后 第一天早上醒来 还是五点半 而且我一醒来发现 我不需要化妆 我也不需要吹头发 你就觉得那种人走茶凉 Nobody cares 那种感觉 蛮惨的 你问他的哪一句话 或哪一件事 让你特别感动到现在 他就说 你回家之后 我就找回以前的张薇薇了 在大元食堂 不止有好菜 更有好故事 很荣幸我们今天请到了 张哲雲先生跟张薇薇小姐 贤康力来到我们节目 称呼您蟑螂 对不对 没问题 蟑螂 薇姐 你好 他们今天的主题是告诉我们 好先生是好太太训练出来的 应该是 好先生是好太太训练 我们没有办法训练太太 对 好先生是好太太训练出来 那好太太应该谁训练呢 自我要求 这个人你看 马上看到这个 强者跟弱者是谁 对 其实他们最近出了一本书 很有意思 就在这个日子过得美 生活就会好 别看他们两位 他们两个金约 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节目 穿着的如此得体 事实上你平常的搭配 就是如此 对不对 没错 而且我知道你热爱起跑 对 这个为什么会 我觉得 我以前算命说 我算命 以前我是亲公的人 公理的人 然后小时候很多 看到妈妈的照片 都是穿旗袍 你是旗人吗 我妈妈是旗人 妈妈旗人 我一半 对 所以空军太太 穿旗袍很漂亮 所以一旦我觉得 我可以穿的时候 我觉得我还挺适合的 她很能够表现 我觉得 这个中式女人的美 你知道她有几件旗袍 我就 我在想 我假如你就是 你不要乱讲 你问 你叫她自己讲 比别人少 那也不是什么大数字 就将近百件吧 对 对 衬衫都没有百件的 迷上之后就 三四年的时间 就一直 因为怕老师傅不做了 哇 那你平均每三天换一件 也一年也穿不完 是啊 OK 蟑螂呢 你是平常 我看也是穿着 也是相当的 相当讲究 这个讲究 其实也不是 其实我也不是 本来那么讲究的人 可是问题是 你老婆每次一出去 她都穿成这个样 你也不能 你也不能乱穿 你就要配合她 也不可能 那什么 叫她穿燕尾服 也不是 我觉得这就是 生活的仪式感 就像我们住在小镇 有时候我们只是到 路口的餐厅 小镇指的是淡海 对 就淡水小镇 我们就在餐厅吃个饭 可是如果那个餐厅 稍微好一点 我们两个也就会 稍微搭配一下 就是说 我身上有个红 那你就穿个什么红的 我们就搭配一下 那种仪式感 两个自己看得也开心 在你认为是仪式感 在我认为 真是眼睛一亮 因为我看到 你们的视频里面 也是平常在家居 吃饭的时候 就是非常讲究这个 所以不会觉得 好像太与众不同吗 这会不会让你感觉 这个与众不同 要看你怎么看 如果说我们平常 都不那么在乎 那你也就无所谓 那你说我们 比方说这个书 它叫日子过得美 生活就会好 那日子怎么叫过得美 怎么是美 那美到底是怎么样 那待会要教她讲 它不仅仅是你的服装的外表 而是发着你的内心 那包括你做的这些菜 你要怎么样做得更精致 就像我们刚刚讲 你的摆盘 菜很漂亮很好吃 可是你盘子摆对了 那个菜就是 更是加强它的美 所以我懂了 日子过得美 其第一步 就要你自己的外形 的外观 就要得体开始 我觉得这是一种 自我的要求 跟自制吧 比方说 我们也不常买新衣服 可是你 只要你的体重 长时间不变 你再旧的衣服 都可以穿 体重长时间不变 就是一个自制 对 就是自我的纪律 那比方说 每天都要吃新鲜的菜 你就要买菜 那不需要花大钱 有时候每天 就买一把新鲜的青菜 那搭配一个肉 就是很好的一个餐食 那刚好今天我们讨论 大家都会涵过的里面 包括了外形 包括了纪律 还包括您的菜艺 还包括您的嗜好 但是我们先尝尝 这道是不是 威姐带来的 我常做的小菜 这个叫做 风鸡凉拌小黄瓜 来 我们越来越衣服 好 来 我知道过去 你两位都是上班族 对 尤其您自己 还是外商公司的主管 对 日商跟美商都待过 对 但是你40岁就退休了 没有 大概差不多50 差不多50 没得走 但是随后是威姐 威姐比你还是晚 晚了几年 对 晚很久 很久 晚很久 OK 先这样看 你那时候为什么 50岁也不到50就退休 我觉得 这个其实问题 我也想很久 我觉得它这个是一个 价值观的选择 我觉得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大家都追求 都是名跟利 可是我觉得你名利 追求到某一个 临界点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回过头来问 说你自己的自我的价值 到什么 慢慢的 一旦你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离开企业 慢慢去找寻所谓 什么才是自己的一个真正的价值 这个寻找的过程 在我认为是很漫长的 那一旦你找到了以后 我觉得那个生命的意义就出来了 我们谈到了动力 不过毕竟在那么一个年龄 就退休 当时的过程怎么样 你的主管 你的周围同事都会很惊讶吧 我觉得非常的痛苦 非常的不习惯 因为你从一个 我们就想听 怎么个痛苦吧 这个就是说 你从一个高收入的这个环境 变成一个完全没有收入 而且你也不知道 你自己要干什么 虽然我们知道说 我要了解我的自我的价值 我要去找寻我的自我价值 在哪里 没有人告诉你啊 你在学校念书也没人跟你讲 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 你就要慢慢去摸索 但是你在摸索的这个过程里面 你要知道你的名跟利益都已经没有了 而且你觉得可能没有用 因为你没有办法去 在你的生活上赚取你需要的这个费用 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是痛苦的 那问题是这个过程你过了以后 只要你过了以后 那我们就想知道你怎么度过它 这个度过 第一个你要慢慢找寻 就像我刚刚讲 你一定是慢慢找 这个不行再退再不行再退 等到我真正找到那个价值 其实那个价值跟你的名领 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比方说我去学脱口秀 我去学踢踏舞 我去学墨剧 我去学戏剧表演 这些东西我老婆每次问 说你学这些能赚多少钱 我说一毛钱赚不到 你还花钱去学 但是你到底是为什么 不知道 但是现在呢 我就知道这些都有意义了 所以你追逐的过程大概花多久时间 好几年了 我觉得那个可能五六年七八年都有 那以前你做上班族这些都不能做吗 我跟艺术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关联 没有任何的那个 而且你在赚钱的时候你不会想到这些 一旦你抛弃那些以后 你才开始真正去找出你的自我的内在 OK 那就碰到一个问题了 家中有一位太太 你们本来过的应该是上班族的生活 而且是一个稳定的经济生活 你碰到这样的老公 你当时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现在有没有觉得这位太太很伟大 谁能忍受自己的先生这么年轻就退休 因为她个性跟我完全不一样 我很喜欢人群 我很喜欢热闹 我很喜欢尽力去做我喜欢的事 然后那种会让我有成就感 可是她的个性跟我不一样 她比较内敛 然后比较自我 然后她比较喜欢自己独立去思考 那我是需要人群的人 所以我觉得我在职场是如鱼得水 所以既然我后来想通了 我那时候也有逼她 我说你这样的话 应该你还要这么年轻 还要再去找工作 可是我看到我逼她的时候 她有点痛苦 那后来我觉得 我的薪水也可以支持 那多是多 少是少 日子怎么过都可以过 那与其这样 我不能让她那么痛苦 她那时候胃也不舒服 就是压力嘛 后来我就觉得那就算了 我就努力做我自己做好的事 我再来回想 我这时候先生这样子做 他是不是 他是不是在逃避 我觉得 你要这样讲多少有一点 但是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跟强处 那如果说既然是夫妻 你就要去包容她一切 那我觉得如果她自己做她自己很快乐 然后我也能够赚到家里的所需 然后我们两个有一个很好品质的生活 何乐不为 那时候都是在你的期待当中 不见得那些会实现 所以你一开始你们有没有争吵 当然有 所以我跟你讲夫妻 我们结婚36年一路风风雨雨 别人说你们现在神仙眷属 哪个夫妻没有风风雨雨 可是谁撑过来 那时候是不是你们婚姻很大的一个危机点 其实我们不说是危机 因为我们两个你看学生就认识 世新两个就是 你们两个是演讲比赛 对 因为演讲比赛 我第一个男朋友 她是我第一个男朋友 我是她第一个女朋友 演讲比赛的冠军是她是 我们两个后来都冠军 我第二阵 我下一阵就我冠军 好 非赢我那不可 对 所以就 你就了解她这个人了吗 你何必去逼她做她不选的事 结果没有想到就是 让她自己去做她自己之后 我更专心做我家工作的事 她把家照顾好之后 我无后顾之忧 因为之后我常常出差 那时候如果小孩小的话 请问谁照顾小孩 你那时候有暗中的在督促吗 或暗中在 不暗中 我都是明理的 明理的鞭策 为什么不去上班找工作 后来我发现人各有志 我觉得其实这个是有压力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压力 是该付出的代价 不要我们老婆下班一回来说 OK 给我报告一下 你今天做些什么事 做些什么事 她说你花了30分钟才少一个地 就觉得她觉得这个是浪费时间 但是我刚刚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那你觉得就说老婆对这样的先生 会不会觉得你在逃避 那我要举一个例子 李安没有出名以前 在家做饭 带小孩 整理家六年的时间 那时候你把这个例子 台队长跟我说李安 因为李安是我的偶像 对 人家现在变大导演 如果他老婆 就不饶过他老公 那也有记者问李安说 那你为什么不去 就找个事 那你的卧虎长龙在哪里 他说 他说我不能去麦当劳 你麦当劳我都不会做 我只会演电影 拍电影 那这是讲的是对的 那我觉得李安比我还好 他还知道他要做 但是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 你要慢慢去找 每个人不一样 那我的话说回来 要不是有我这些东西 今天这本书 你也不会出现 搞半年跟你有关 而且所有的照片 都是我拍的 也是 对不对 就是说这些都是 不是你能够规划 不是你能够规划 你做你自己喜欢 在那时候 威姐这样子 不管语气是出于关切 或者出于一些鞭策 你那时候心情怎么样 冷冻库清空没关系 那我再买 就发现我一些 什么老菜卜 什么老菜卜 那些烟漬物都是很贵的 各地收来的 也不见了 我说那东西到哪去 是不是你一起丢了 就很微弱的声音 从书房传出来 不是我 我就知道是他 我说你给我出来 讲清楚是不是你 他说我就觉得他也过期了 我说这种东西是越过期越贵 我那时候气到镇子 我跟你讲血压冲到这边 我马上刚好我们那天吃喜酒回来 前一天西装挂那边 我就把它拿起来 13楼冲 丢下去 13楼给它甩下去 甩完西装以后 裤子还在这 把裤子一起丢下去 威姐这样子 不管语气是处于关切 或者处于一些鞭策 你那时候心情怎么样 看到太太回来 当然我觉得你会不舒服 因为你就 我们以前堂堂正正 也是一个 对不对 高级的上班族 对不对 拿那么多钱 那后来老婆就跟你讲这话 其实你不能很适应 所以我刚开始 其实我要去找出我的那个 我的一个疏解的管道 所以我就到我们关渡的 那个农禅室 修禅修的课 这个禅修的课 有禅意要修到禅七 而且都不能讲话 但是后来我修到禅二 我就不修了 因为我觉得 我每次修了这么多 学了这么多金刚筋 你一回去看到老婆一爆 一炒 所有的金刚筋 全都丢掉 对不对 后来我想算了 我不去了 为什么 我修到禅二不去了 因为我们家里 就有一个上司 对啊 你要能够 你要让他不要发火 让他少生气 多快乐点 这是学问 这就是学问 所以那时候你是 其实你自己在调试 这个 所以如果我这样讲 夫妻之间碰到这样子的 一个重大人生的转变的时候 彼此都要做一些很大的改变 你的改变包括了 心经验调整 忍耐 自我的检验 你做了什么调整 我就是包容 我只能包容 我没有别的选择 当然你是也会有不平的地方 就你看 如果我们两个都高薪的话 我们会过多舒服的日子 可是事后想想 很多夫妻两个都高薪 结果回家之后 两个没有沟通的时间 到最后 儿女长大 两个就离婚了 所以我们对成功的定义是什么 我觉得很可信的 就是那时候 他没有顺从我的逼迫 然后我也没有持续的逼迫他 之后我们就各自做自己 我就继续发展事业 然后他就好好做他自己之后 中间我们没有间断过沟通 当然吵架有吵得很厉害的时候 可是就像我书上写 就是说夫妻再怎么样不开心 吵架一定当天就要解决 那是不是因你们的感情技术 谁结婚不是爱的个死去活来 对不对 可是你看你既然结了 那好吧 因为你没工作我们就离婚 或因为小孩子升学不变 我们就离婚 哪有这样的 你再去找一个谁 你再去从头开始累不累 我觉得爱他就要让他做自己 就像他 我喜欢喝酒 现在我姐妹多 他每次说你累不累 你别去 可是他后来看他 我喜欢他也包容我 所以我觉得爱他 就是让他做自己 因为一旦你接纳了他 你就接纳了你自己 我不要把他去 跟别的先生比较 可我现在回过头来 我们60岁了 我去看一下那些其他 都好好上班退休男人 没有一个比他有趣的 现在每天蹲在家里 我觉得他现在还比以前有趣 对 是不是 这个好多层面我来讲 对 刚刚讲说你是不是都忍耐 我觉得在我们家两个人 其实没有忍耐 没有忍耐 我们彼此都不会忍耐 因为忍耐忍久了以后 我跟你讲 他就从你的生理上 开始出来了 对 所以我们两个 我们两个其实 其实包容 其实包容 而且火爆了 爆一下就没了 就讲清楚了 你会不会说有时候火爆 就是变成火山爆发 不可收拾 我们家天到晚都 为殊歪火山爆发 丢西装 那显然这个火山爆发 只维持在小环境 没有造成永远一些伤害 这个就是我们非常多的粉丝 最喜欢问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当你们两个争吵的时候 那个爆点你怎么去控制 而且为什么打不散 吵不离 你说有没有想要离婚 有 平均一天讲三次 连我婆婆都说 这话不要常挂在嘴上 后来也就不讲 我跟你讲 我们从学生时代开始认识 就是第一个男朋友 第一个女朋友 就是说你这一路走过来 我们回头看 这种革命情感 你说说丢就丢了 那你去哪里再找 就算好 我现在再去找 你也不可能找到这么 真的吗 这么合适的老婆 对不对 他又会赚钱 又漂亮 又会穿又会做餐 怎么今天嘴巴那么低 我问你 你去哪里找 你这个盘算一下 就算 勿其必反 学脱口秀没白学 我会讲话 我觉得脱口秀跟表演 他让我的心胸更开拓 他其实已经很自闭的 就是你看我们摩羯座的 摩羯座的人就很保守 很内敛很谨慎 那你说像学脱口秀也是 叫你上台 你要讲个五分钟时间 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你没有突破你的 那个个性的框架 你根本是没办法 那你说叫你去演舞台剧 观众就在你面前 一两步的距离 你要克服那种恐惧感 那不是一个太极端 那时候威姐看到 我们蟑螂的改变 你心里面纳闷 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这个闷葫芦 他这扁单一开花 不得了了 真是他那花还 噼里啪开个不完 去学个二活 每天在家割鸡脖子 我就觉得说好吧 那你就割鸡脖子吧 就有一天 北一大爆了表演课 我想说大概学一下 学三年 就越学越有 然后他就会有群组 就会有同学 他还是宅男 同学会聚会 他都不去 可是我就发现 他一旦走出去的时候 他focus在他自己 兴趣的时候 他不会整天 给你紧迫盯人 所以你出去玩耍的时候 他也不会对你怎么样 他活出他自己快乐的 我看到他快乐 我们两个关系也融洽 你有没有关系到 当你在这个调整过程的时候 威姐做了什么样的变化 我觉得就像他讲的 因为我们个性是极端的不同 极端的不同 你要相处这种冲突难免 那这个冲突难免的时候 你要怎么控制 这就是我们两个人的控制 比方我们家的冰箱 每次塞的 又来了这冰箱 冰箱就是我们家的爆点 他先丢我冰箱 因为你没办法 因为我们冰箱被他塞坏了 关你什么事 新冰箱来了以后 他再继续塞 把它塞得爆满 我冰箱打开 我根本找不到我要吃的东西 所以你就火大地把它丢了 当然那你不丢你没办法 当事人因为觉得 你是借题发挥 不尊重 是不是当时 你根本在借题发挥 我当时是有一点 是有一点 因为我实在是真的很火大 冰冻三星 因为我那个冰箱 那个冷冻箱一打开 一个鱼掉下来 那个鱼嘴 啪就扎完 到那个大拇指上面 然后流血如注 这个真的是很火大 讲一讲不听 怎么办 因为你脑中想到的形象 不是这个鱼 你想要是一个太太 一脚拆进头上 我跟你讲 这个没办法 用什么事去判断 他很多事是累积起来 但是我觉得 这个好处就是说 大家就那个爆点爆开了以后 还好冰箱 冰箱他把你丢了之后 你发现到 然后怎么样 我回家 我又喝醉了 回家 我就说冰箱 啊怎么丢 我想说 他说我脚流血 我想说 我吃 我理亏我不要讲了 就隔天要做饭 我想冷冻库清空没关系 那我再买嘛 就发现我一些 什么老菜博 什么老菜卜 那些腌制物 都是很贵的 各地收来的 也不见了 我说那东西到哪去 是不是你一起丢了 就很微弱的声音 从书房传出来 那种很 那种 不确定 就说不是我 我就知道是他 我说你给我出来 讲清楚是不是你 他说我就觉得他也过期了 我说这种东西是越过期越贵 我那时候气到 真的 血压冲到这边 我马上 刚好我们那天吃喜酒回来 前一天 西装挂在那边 我就把它拿起来 13楼冲 丢下去 13楼给它甩下去 甩完西装以后 裤子还在 把裤子一起也丢下去 很少太太是这样干的 很少 快捡回来了没有 就飘走了 然后我就给他骂了10分钟以后 我就说 你快下去剪 那西装很贵 他还不去还耍币 我说你快去啦 唯一一套 就下去之后 就卷了长裤回来 我们说这社区怎么回事 西装也有人剪 就没了 他就 我的东西也甩了 我叫他去子母车 早都破了 然后他西装还不见 我们两个就冷战了 很久 好几天 就隔了三天 我在阳台晾衣服 怎么看到 我们社区的树上 有个黑东西在面 我赶快拿那个望远镜一看 我说你西装挂在树上 你快来看 就真的就在树上 就赶快叫他下去剪 然后树上有写的故事 大家抢救西装 所以从此以后 你的西装就怎么了 我都摆在洗衣店 不拿回来 他洗衣服不拿回来了 我可以摧毁别的 所以一定有爆发点 但这个爆发点 问题是事后你们 有没有从此就做了检讨 然后把这个爆发点开始 这个爆发点就像我刚刚讲的 这个就是每个人的红线 你就不要去踩那个红线 那冰箱我现在就不碰 那就这个问题就 那也许将来这个 也就因此红线变粉红 粉红变白变回 慢慢慢慢 你们就彼此知道 这样跟踪对方 讲到重点 对 你们两个 谁的调整功劳比较大 我讲当然是讲我了 那我讲当然是我 对不对 这我一定要讲我 我们都自我感觉良好 对不对 因为你看摩羯的人 这么square 是非黑白分明 他现在可以变成生活里面 在那边打迷糊仗 拆烂屋在那边打 你看那个改变多大 你知道他多恐怖吗 他像我是那种 就是以服务人类为优先 那种就是回家自己好的东西 一定先给他吃 然后像那切一个什么芒果 我一定把那糊吃了 把那最好的部分给他 木瓜都留给他 他是哦 来哦 全部吃完 然后剩一个头一跪说 哈 你还要吃啊 然后他在沙发上睡觉 我赶快把他盖被子 我在那边要动个半死 也没有人来盖一下 就是我 我觉得我处处为他着想 他就是活在自我感觉良好当中 他才不管你死活 所以我觉得 直到此刻 对 所以他觉得他包容我很多 可是我觉得我照顾他 我也不知 后来你也选择退休了 对 但这个退休来讲 等一下我们要听听你的 你的过程就是如何 对 他的退休提早 有没有帮助到你 而在你退休的过程当中 他又有没有 是就在旁边旁观呢 还是过来有相助 我们都能继续听听 蟑螂跟威姐 而且威姐 你要展示一道手艺 对不对 好 我们马上回来 我就突然就退休了 然后我第一件事 就是把我名片都丢了 碎子机给碎了 闹钟也丢了 从此以后我就自由 就没想到 我退休之后第一天早上醒来 还是五点半 而且我一醒来发现 我不需要化妆 我也不需要吹头发 你就觉得那种人走茶凉 Nobody cares 那种感觉满惨的 就灯火阑珊处 你退下来之后 默然回首 只有猪队有一位 你那时候嫌弃他到半死 结果后来身边只有他一个人 每天他从来不缺客 他那时候怕我想不开 都请假 在家陪着我 现在我们请到了张氏夫妇 蟑螂跟威姐 他们最近出了一本书 就是日子过得好 生活才会美 其实他们两位是在退休之后 二字成立了你们的脸书粉丝团 后到了很大的注意 他们尤其探讨了在夫妻之间的相处 退休前退休后 今天我们就退休期间 他们来 先介绍我们介绍做了什么菜 好 我今天做一个我的拿手菜 就是其实是最家常的 就是榨菜豆干肉丝 OK可以下饭可以旧馒头 您一直厨艺都很拿走还是后来才开始学 结婚的时候连荷包蛋都不会OK 然后我婆婆很会做饭 然后就跟着慢慢的学 所以从婆婆那边学来的这个厨艺 对很多 然后我也上了一些课 然后现在学东西很简单嘛 你Google一下就很多东西可以学 然后我自己金牛座我又爱吃 很喜欢吃 又喜欢喝酒 那这种下酒菜自己家做多好 老公做不做菜 他连饺子都不会下 不会 我出差他是吃面包 我出差几天他就吃几天面包 我之前还做好几个便当冷冻 他说他吃腻就不吃了 我就不做了 他连下楼都懒得下 你可以一个人三天吃同样一个便当吗 我有给你换菜 我有换菜 你都不要 总而言之家里的厨房是你掌管的 他就负责吃好了 对他就吃 我们要谈谈你的退休生活 好 蟑螂退休之后 你又继续工作了有十年以上吧 十几年 十几年 后来你又怎么想到也要退了呢 因为你坐的位置越高 你承受的压力就越大 尤其在日本公司 一个女性的主管 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有的纪律 公司的这些规章 都要你要设定 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我慢慢早上起床很困难 然后到公司觉得非常的疲惫 而且我对那种有些东西 我真的觉得我到这种年纪 我其实不用再瘦了 然后我就觉得说 我看了很多朋友退休之后就生了大病 然后我就有点警觉 然后看了他退休多开心啊 每天不是踢他舞就是戏剧表演 我觉得有为者亦若是 我这么外向我也可以过得很好 我就突然就退休了 然后我第一件事就是把我名片都丢了 碎子机给碎了 闹钟也丢了 从此以后我就自由 就没想到我退休之后 第一天早上醒来 还是五点半 而且我一醒来发现 我不需要化妆 我也不需要吹头发 我哪都不用去了 我发现我变成一个没有人需要的废人 还有他 他每天都在家 他好得很 他照表操课 他更需要你了 是 那我帮他做饭很简单 可是你就会发现 现在九点你要开会 我就会看那个时钟你知道吗 你就觉得 现在如果在办公室 你是不是该开会了 今天礼拜九要干嘛 你就觉得 那种人走茶凉 Nobody cares 那种感觉 蛮惨的 他刚退休的时候 你观察到什么 你知道 我讲一个例子 你知道他以前上班的时候 他有时候早上跟我联络 那我刚好正在我们家狗狗 在那个云门 遛狗 你知道云门那个很漂亮的公园 虫鸣鸟叫 他听到那个声音 他说你在哪里 我说在云门 他说这不可思议的事情 他现在忙得这个样子 竟然有一个人在那边这样做 我说 你看是容易 但是一旦你到了 真正的那种环境的时候 你会不会适应 就像他现在 等到他真的退休以后 我跟你讲 你那时候已经在提醒他了 实际上我知道 他虽然说想回来 可是我觉得你的个性 不是这样 你要能够在那边 享受那个环境 不是说进到那个环境 而是你的心境 所以他加入你 但是你心中是复杂的 我觉得我要帮助他 我要帮助他 因为要用最短的时间 就像我离开的时候 没有人帮助我 那我要花的比较长的时间 但是我已经知道 这条路怎么走 我觉得那个帮不是说 你要讲一些人生大道理 都不是 你就陪着他 就陪着他 他有需要问你什么时候 你再告诉他 比方说 我带他每天跟我们去遛狗 去爬山 我觉得这个就是 让他的心情慢慢 当他觉得不是很愉快 说我们今天 你就不要做菜 我们出去吃个饭 什么之类的 就是用一种很平静 很平和的方式 让他 你就跟着他一起走 去化解这个时间 这个时间 你看他到现在退休 才不过两年 那两年我觉得 要换成我的话 那两年还在 那个死胡同里面赚 还没赚出来 那他这个两年 其实已经很快 而且在这个退休 我们在学校 在社会 没有人教你 怎么过退休的日子 好 辉言你补充吧 他我觉得他是蛮够意思 就是说革命道理情感 就是在这个时候 你知道当你就是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很多人促拥着你的时候 就灯火阑珊处 你退下来之后 默然回首 只有猪队友一位 你才发现 这个猪队友真的不容易 真的就是 你那时候嫌弃他到半死 结果后来身边 只有他一个人 每天他从来不缺客 他那时候怕我想不开 都请假 在家陪着我 然后也不多言 也不多语 就常带我去吃个喝 然后 有没有他的哪一句话 或哪一件事 让你特别感动到现在 他就说 我觉得就那句话 有他受不了 没他活不了 老夫老妻到最后就是这样 有他受不了 没他活不了 对 像看两人 这个话 这个话 爱意好强 没有 就是你知道吗 你有时候爸爸的人说 他可不可以出去 我一个人安静安静 可是当他不在的时候 你就觉得说 哎呀 还是有这人在身边 多好 退休之后 我就会想说 哎 儿子如果常常回来吃饭 多好 可是后来一旦我们活出自我之后 我们就不会想要去绑架儿子 就说 哎 你们赶快回来 有时候儿子说 妈 我们要回家吃饭 我说对不起 我们这一半好忙 我们有办局 我觉得父母过得好 儿子也开心 她的哪一句话 或哪一件事 让你特别感动到现在 她就说 你回家之后 我就找回以前的张薇薇了 因为我之前上班的时候 真的是女魔头 我就是那种控制狂 我回到家 从公司里面 回到家也是对她 就是那种移植气势 可一旦我放松了之后 就回到她以前爱的 那个可爱的小女孩了 虽然有时候还是会 变成女魔头 你知道我的书桌上 还始终保持一张 我们在世心念书的一张照片 18岁照片 我看那个照片 就完全一下跳回到 以前的那个感觉 他气我就去看一下 那照片气就消了 我气的时候 我就把照片把它盖下来 有一次我发现照片盖下来的 他给我说地震 所以还是那句话 宽容 刚刚是太太说宽容你 事实上你在这 接下来也要宽容的 等于说看她的变化 但是你用陪伴来 来跟她一起度过 你自己做了哪一些的 努力去调整 除了老公的陪伴之外 我觉得心态调整非常重要 当你一旦没有那个头衔的时候 真的那个人走茶囊的速度 让你真的措手不及 那个时候 你真的就要回到初心 所以我那时候有一句话 就是说策略总在行动中完成 我书上有写 那时候我就开始做糖蒜 刚好春天 春天浓忙 要做梅子酒 糖蒜 当你手在忙的时候 你脑子就会停止 忧虑跟悲伤 然后你着重在你手边的时候 你就说我今年做的很多 我可以在粉专上开卖 然后就很多人来买 你就接触了很多朋友 然后慢慢就有人看到 就说我想帮你出书 我帮你成立粉丝业 就那种机缘 当你放下挣扎 就像不会游泳的人 在水里一直挣扎 我要游上来 你一旦放松的时候 你就浮起来了 那你后来为什么会开始 写作自己的生活 然后自己成为了 这个也算是一个博客 也算是一个网红了 你这个是有什么开始的 其实我们这样的生活 已经十几年了 都不觉得有什么特别 那一直以前就是分享脸书 后来有人看到之后 就说我们帮你出书 我才知道说 这个东西是大家都喜欢的 我才知道我们的如实生活 对别人来讲有点特别 所以我才 因为我从以前就是文青 很喜欢写东西 我就慢慢把这些东西 就是加多一点 然后层面扩大一点 就发现很多粉丝 都很喜欢我们这样的日子 而且你记录好真实吧 所有的生活都从一般的生活起居 到彼此之间的互相观察 而且从不过分包装 原因原之重现 对 真的就是 大家最喜欢看你们吵架 对 看完都觉得自己很幸福 那我请问一下 退休前的吵架主题 跟退休后你们就不一样 退休前就是 我就每天在驱使他 为什么不这样 动作不快一点干嘛干嘛 然后退休后的吵架 这真的很好笑 我钥匙被你弄丢了 眼镜挂在头上 找不到都是你 就那种老人吵架话题都出现了 对 就不是那种很serious 真的不严重 那我要问一个更有趣的问题 就你刚才提到 退休之后你觉得自己老了吗 我都忘记年龄了 你看这就是神奇 很多人退休是怕 那个老与寂寞 与那种无助 可好像在你们身上找不到 我告诉你 这个我就要举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我们前两年才去 我就帮他拍一个照片 那个就是一个厂房叫我们代言 一个鞋子的照片 你现在还代言 那是威恩女生的鞋子 我跟你讲 真的身材有道 我就带他 我们好好的拍 反正我本来我也爱拍 我们就跑到那个白沙湾 沙滩那个地方 拍了一张照片 就昨天 我们就给那个厂商 那个厂商就把他跟他那个logo 那个摆在一起 我一看 哇塞 我说这是哪一个美女 我说这是我的老婆 我简直不敢相信 怎么这么美 桌楼上的照片可以换了 我觉得 18岁回来了 不是 这个美到底怎么回事 这个美到底是我们的摄影的技巧 增强了 还是这个人真的变美了 我觉得 大概是后者 就是说 当你的心境改变的时候 你根本不要担心那个年纪的问题 威姐的变化 你说的最清楚 就是真的是年龄停下来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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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力在他身上出现了 他那个活力我无法比 对啊 可是他 所以他的功力还是比你厉害 他两年不到时间 就开始完全度过了 那个所谓你当初的这个忧郁期 那你要问他 他要感谢谁 感谢你 谢谢 就是我们两个就彼此陪伴吧 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就那句话 有他受不了 没他活不了 老夫老妻到最后就是这样 有他受不了 没他活不了 对相看两眼 这句话 爱意好强 没有 就是你知道吗 你有时候爸爸的说 他可不可以出去 我一个人安静安静 可是当他不在的时候 你就觉得说 哎呀 还是有这人在身边好 这就是老伴嘛 因为有两个儿子 对 那小孩 在你们的退休生活 退休生活之前 他们有扮演了 什么样的帮助角色 小孩因为很早就出国去念书 那因为那时候 我在职场 所以我就不觉得 就说儿子不在啊 就有什么难过 可是退休之后 我就会想说 哎 儿子如果常常回来吃饭多好 可是后来 一旦我们活出自我之后 我们就不会想要去绑架儿子 就说哎 你们赶快回来 有时候儿子说 妈我们要回家吃饭 我说对不起 我们这礼拜好忙 我们有办局 我觉得父母过得好 儿子也开心 所以我们不要去啊 尤其成年的小孩 我们要跟他们保持一个 朋友的关系 真的就是放手 你在哪年 有没有去学什么呢 我跟你讲 因为之前我在职场 是干人事 所以上了太多课了 我现在最不想做的 就是上课 我就是想要每天自由自在 每天都做我自己想做的事 完全不想上课 就是做花啦 做饭啦 写东西啊 拍照啊 跟朋友聚会啊 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所以 这道菜 你觉得你最拿手的诀窍 我觉得豆干啊 就是要选弄有机的豆干 然后我都是自己要去买 买了之后呢 切了丝之后 我在家会把它泡在鸡汤里 所以这个豆干炒起来才会 那就是很嫩 泡鸡汤 泡鸡汤 有功夫了 对 然后呢 这个榨菜丝呢 最好是自己切 对 自己切的榨菜丝 你那个丝才能够够细嘛 然后炒的时候呢 我会加点高汤 然后白胡椒 然后最后起锅的时候 就是呃 嗆一点酒进去 反正就自己吃到好吃 我觉得做菜你觉得好吃 那就是八九不离十了 嗯 所以爱吃东西的人 我觉得基本上都是会做菜的 完成了 完成了 耶 真不得 来 请坐这边 这边来 好 很香耶 真的吗 嗯 来 这个 我们第一口 你尝尝看 这个在我们摄影棚做的 跟在家里面有没有不一样 吃吃看 嗯 嗯 然后更好吃 嗯 要人多热闹 好吃 更好吃 好下半 你看 你在箭头 箭头前面做菜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感觉 因为不是自己家厨房 所以有些东西用起来不是那么顺手 可是做饭就高兴 所以你刚刚访谈我的时候 我很专心在做饭 我也不知道讲了什么 如果经济能力是可以接受的 你们两位认为到底是 什么时候的年纪或者体力年龄 到底是一个什么时候可以考虑退休的 还是越早越好 我觉得我们说60岁退休 这个退休是政府的一个行政的安排 65岁 65岁 可是我觉得我们人的这个 你的经历跟你的生活 跟你的身体的健康状况 它不是跟着60走 所以你要判断你自己的健康的能力 跟你的追求 跟你的需求是什么 而不能跟着退休年纪走 压力越大要越糟 对 你不能跟着那个走 你们两个观察到你的朋友 为什么很多人讯号也有了 状况也有了 甚至他们的经历状况也可能接受 他们就是下不了决心 退休不会无聊 因为你有钱 有闲 你还有身体 这最好的20年 不用管父母 不用管子女 不用管任何人 放手去做自己一切想做的事 快点 交往很久的女朋友都不结婚 然后催婚也不离 就有一天我们两个开车就收到LINE 两个人的身份证上面 配偶兰都有彼此名字了 我说这怎么回事 这酷手 最新的 酷手 我说这怎么回事 下一张照片就传来两个在那个 驱公所 驱公所登记 然后就下一段就是 妈我们结婚了 哇 我说天哪 你可以接受吗 你可以接受吗 你们两个观察到你的朋友 为什么很多人的讯号也有了 状况也有了 甚至他们的经历状况也可能接受 他们就是下不了决心 下不了决心 也太多了 就是担心退休没事干 所以今天我们请两位来 你要告诉他们什么 及早培养兴趣 而且老伴的关系 一定要好好培养 就是你们要把彼此当作是这个 人生事业的一个 共同的一个经营者 当作最好的朋友 不一定还是以前的那种爱情 可是我觉得这种亲情是不可割舍的 跟家人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然后各自有非常好的兴趣 退休不会无聊 因为你有钱 有闲 你还有身体 你说我们这六十岁 我们还能跑能跳几年 这最好的二十年 不用管父母 不用管子女 不用管任何人 放手去做自己一切想做的事 快点 真的就是这句话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 我们不能什么事都等到退休 我等退休有钱 我等我退休有时间 跟我老婆一起走 等到你退休以后 你平常都没有经营的话 你婚姻的感情也没有到那个时候 你有那个钱 你也没有那个心境 对 所以我觉得是 当下就要决定你自己该做什么事 而且我觉得夫妻婚姻是要好好的经营 好好的培养 你们两个还有很特别的 就是很多 当然不见得我们夫妻都是在职场工作 你们两个也是双性夫妻 但是先生先离开 而且隔了相当一段时间太太离开 所以夫妻之间离开职场 这个万一两个都是上班族 这是不是要做一点协调跟配合 当然要 可是你们两个当初没有做协调配合 没有 就是已经发生了 我们就协调配合了 这问题就是考验你们的感情 所以现在我们要替那些还没有发生的人 给他们来一点提醒 我觉得彼此够信任 够爱够信任的话 我觉得对方做什么事情 你都会为他去设想 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包容的 你不觉得吗 我觉得就像刚刚主持人问我们说 那你都怎么规划 我觉得我们的人生里面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划 我觉得就算你规划 他也未必照你的规划走 所以我们现在 其实到了这个年纪我们才知道 真正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那这个安排的意思是什么 你要接受一切 一切都是最好安排的 不是口号 就是常常儿子有时候会让我们不开心 比方说他突然就一个什么事 我一转念 一切都是最好安排的 你们儿子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 是吧 我说一说 对 他的结婚是怎么告诉你们的 交往很久的女朋友都不结婚 然后催婚也不理 就有一天我们两个开车就收到LINE 就寄来那个身份证上面说 两个人的身份证上面 配偶兰都有彼此名字了 我说这怎么回事 这酷手 最新的 酷手 我说这怎么回事 下一张照片就传来两个在那个 驱公所 登记 然后就下一段就是 妈我们结婚了 我说天哪 你可以接受吗 你可以接受吗 可是车开回家还不到十分钟 我们两个就转念了 小孩长大之后 他不是我们的附属品 他今天要跟任何人结婚 他爱谁 他要做什么事 其实父母只能站在祝福的角度 如果你过度的担心责备 只会让亲子关系越来越疏离 当然我们这样做的法 不是说怕疏离 而是说 把他们当成朋友 你不会过度干涉你的朋友 你们问儿子 为什么这个方式来告诉你 虽然你们都已经 对这个婚姻应该是会祝福的 对 那为什么又用这个方式来告诉你们 你有问过他 我们好像也 有 他就说 他一跟我们讲之后 你们要办婚礼 你们要干嘛 因为疫情嘛 所以就也就没有办婚礼 那一直到现在 我们就等疫情结束 他们要等疫情结束 他们的讲法 所以基本上 他是想给你惊喜 他 当然 如果用老外那种surprise的话 在中国人来看的话 不是这种surprise的方法吧 再怎么样也是惊喜 老外 差点紧急刹车 老美的surprise也没这种 对啊 这惊吓也够吓了吧 对 可是现在就好好的 我们多开心啊 总算就结婚了 我们也就安心了 那两位现在来讲的话 从年轻到现在 把你们的故事 都展示给大家 这个感觉怎么样 就是几乎现在 每个人都知道 你们生活很多故事 都成为你们的朋友了 对 其实我们儿子当初也跟我们讲 他爸爸 我跟你讲 你们天天这样的话 你有什么隐私啊 对 我说 我们没有做什么缺德事 有什么好怕别人看 而且我谈我们的生活 我们也没有攻击别人 也没有怎么样 只是在做自己 对 就是做自己 其实我们也 刚开始你说 写书啊 粉丝业 我们也不晓得 我们只是 记录我们自己的生活 完全偶然 这是偶然 可是现在我发觉 这个好像不是偶然 就像我们刚刚讲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后面有它的意义 什么意义 就是说 我发觉太多人 希望了解一个 退休后的生活 甚至夫妻婚姻相处的生活 我觉得我们现在 必须传达这个理念 什么理念 就是说你日子要过得美 你生活才会好 我觉得慢慢 这个已经变成是一个 一个concept 怎么说不太出来 你不需要花大钱 不需要每天买新东西 你也可以过 每日子好生活 很简单的仪式感 然后把老伴当成是 让你活下去的动力 每天逗个不停 这个我跟你讲 很多粉丝 他们现在跟我们讲 大家留言 他说我现在每天晚上 睡觉前一定要看 或者是每天起床前 一定要看 期待看 我们不知道说 我们在谈一些 生活的鸡毛蒜皮的事 有什么东西这么好看 但是大家就是这样觉得 你们两位是绝配 自己找 我们是属牛跟属羊 是生肖大忌 婚配是不能结婚的 配的好 就像我们刚刚讲 你要有包容跟体量 你没有这个为前提的话 你怎么配 这个你们继续辩论吧 没错 我们要请张老师表演 他学的踢踏舞 踢踏舞学了多久 三年快四年了 OK 你要不要先讲评 我看到他跳舞之后 就是在舞台上面 很意气风发 很乐在其中的时候 我觉得他这舞针学对了 非常谢谢两位 谢谢 来分享这段 非常棒的人生 谢谢 还有这个好菜带来 还有请大家关注我们的粉丝页 好 威姐蟑螂 威姐蟑螂 蟑螂威姐来 好 我们踢踏舞 就此要马上分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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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